我在我刚写完一个作品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很不满意的 那只是年岁渐长 我现在比较了解自己写作的惯性 我知道我有这个毛病 所以我常常写完之后得放一放 然后放一放的目的 就是让我让这个作品的记忆 从我身体里面稍微退去一点 让我从一个稍微游离出来 从作者的身份游离出来 稍微从一个读者的角度重新读 那常常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从一个比较接近读者的角度 在读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那在流氓王幸福这个作品里头呢 我自己感觉到的就是 它是一个对我来讲 它在写作过程里面 是一个非常挫折 也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这个访谈的时候 有各式各样的障碍 而且到最后也不见得 能够完全的克服 所以它像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马拉松 它是一个障碍赛 就是我必须要克服很多的障碍 那所以这个作品 也同样是在我刚刚 写作过程和刚刚完成的时候 我都成就感很低 一直到 其实几乎要一直等到 比如说书印出来 流氓王幸福 其实可能要等到 在更后来一点 就从更 更后来一点 从一些读者的反应里头 有时候读者是更好的 一个观察位置 因为别人的眼睛会看见 我自己所看不见的东西 那常常是这些读者的观点 能够让我重新再去 审视这个作品 然后我常常觉得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 自己常常对自己 是非常严苛的 我还记得 我跟另外一个 很好的小说家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我常常 我觉得会不会这个故事 还有一个更好的 什么样的写法 可以更 呈现的更好 更有冲击性 他笑笑的跟我说 我想应该是没有的 我觉得非常 心里非常受安慰 那我觉得其实写作 常常是这样 就是当自己深陷其中的时候 有他的盲点 那不管是自己事后 超理一点来读 或者是其他的读者 其他的创作者 这些观点 可能可以帮助我 在写完之后 慢慢地找回一点 应该要得到的一些疗愈 或者支持 这些读者 现在我通常都会解释好 那是 那文本跟出版 它中间的过程 其实经过多期的 这样做过